一口气看完,明朝276年历史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国号大名 同年,明军攻入大都,元顺帝逃至上都,北渊开始 1380年,朱元璋诸杀宰相胡维雍 1382年,朱元璋设立锦衣卫 同年,朱元璋的结发妻子,马皇后病逝 1388年,蓝玉率军在捕鱼尔海,大破北渊,名震天下 1390年,韩国公李善长辈,朱元璋赐死,其朱连者达,三万余人 1392年,皇太子朱彪病逝 同年,朱允文被立为皇太孙 1393年,朱元璋以谋反罪,将蓝玉诸杀 1397年,朱元璋搬行,大名律 1398年,朱元璋去世 皇太孙朱允文即位,史称建文帝 同年,建文帝进行消翻 1399年,燕王朱弟发动,静南之役 1402年,朱弟攻入南京,朱允文下落不明 同年,朱弟称帝,改元永乐 1405年,朱弟命正和,第一次下西洋 1407年,永乐大典成书 1420年,朱弟设立特务机构,东厂 1421年,朱弟迁都北京 1424年,朱弟病逝于,第五次征伐末北途中 同年,明仁宗朱高赤即位 1425年,朱高赤去世 同年,明宣宗朱瞻基即位 1426年,朱瞻基平定,汉王朱高绪叛乱 1435年,朱瞻基驾崩 同年,九岁的明英宗朱祁镇即位 1442年,太皇太后张氏去世 王镇开始大肆揽拳 1449年,8月,土墓铺战已爆发 朱祁镇御驾亲征瓦剌,兵败被俘 9月,于谦拥立明代宗朱祁玉称帝 11月,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胜利 1450年,在外留学的明英宗朱祁镇被瓦剌释放回京 明代宗朱祁玉将他软禁在南宫 1457年,夺门之变爆发明英宗朱祁镇复辟 同年,明代宗朱祁玉离其去世 朱祁镇将于谦处死 1464年,明英宗朱祁镇驾崩 并遗照废除殉葬制度 同年,明宪宗朱建申即位 1477年,明宪宗设置客户机构西场 1487年,万贵妃并使明宪宗悲伤过度 也随他而去 同年,太子朱祁称即位 视为明孝宗 他历经图治,使明朝再度中兴 1505年,明孝宗朱祁驾崩 明武宗朱后照即位 1510年,明武宗将八虎之首的太监刘锦 临时处死 1521年,明武宗朱后照驾崩 同年,明武宗的堂帝诸后从即位 视为嘉靖帝 1542年,在人银宫变中 嘉靖帝差点死于宫女之首 1543年,嘉靖帝开始 日齐长生,戴政不上朝 1553年,葡萄牙人取得 入居澳门的特权 1561年,七纪光在台州 久战久劫,击退倭寇的侵犯 1565年,全臣严松被没收家产 销关还乡 1566年,嘉靖帝去世 明武宗朱在即即位 1567年,明武宗废除海禁 史称龙庆开关 1572年,明武宗去世 十岁的万利帝 朱义军即位张居正开始改革 1582年,内阁首府张居正病逝 1586年,万利帝开始 沉眠酒色,几乎很少上朝 1592年,明朝应朝显知情 出兵抗窝援朝 159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 派使者将亲笔信带给万利皇帝 1619年,明军在萨尔虎之战中 被努尔哈赤击溃 1620年,万利帝病逝 明光宗朱常洛即位 29天后,明光宗命丧红丸 童年,16岁的天启帝朱尤教即位 1623年,魏忠贤执掌东厂 他排除异己,专断国政 1626年,袁崇幻率明军 首次打败后京 取得宁远大劫 童年,天启大爆炸发生 1627年,天启帝驾崩 崇祯帝朱尤俭即位 童年,崇祯帝打击燕党 魏忠贤自已而亡 1629年,崇祯帝裁剑陕北驿战 驿战兵是李自成,因此失业 同年,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 1630年,王太极围攻北京 袁崇幻被崇祯帝,凌迟处死 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 崇祯帝自已于眉山 自此,享国276年 传十六帝的明朝灭亡